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说Linux配套视频 我是沈超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和我们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讲文件系统管理 文件系统的常用命令第二小节 上一节课我们学过了低用命令 学过了挂载命令 今天我们挂载命令只讲了挂载命令的语法格式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挂载 今天我们就来挂载一下光盘和U盘 我们说过了 文件的分区 我们Linux的分区 是系统开机之后它自动进行挂载 但是光盘和U盘就需要我们人为来手工挂载 那先来看看如何挂载光盘 其实不难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创建挂载点 也就是给我们这个光盘创建一个分区 创建一个盘幅 大家完全可以把挂载点当成盘幅来理解 不过我们Windows的盘幅是CDF的这样一文字母 但是在Linux当中呢 我们的盘幅就是一个空目录 其实系统已经给我们准备了 跟下的MNT和跟下的MIDI两个目录 它的意思是跟下的MIDI用来挂光盘 跟下的MNT用来挂我们的U盘 但是啊 超哥当年接触Linux的时候 跟下只有MNT一个目录 所以我可能更加习惯于在MNT目录下 创建CD用的目录挂载光盘 创建USB目录用来挂载U盘 这个完全没关系 完全看你个人习惯 只要是一个空目录 都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挂载点 那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在 在我们的MNT目录下 创建一个CD用目录 用它待会来挂载我们的光盘 那接下来呢 第二步呢 就可以挂载了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需要还进行一个操作 就是把光盘放入光区 因为我们是用的讯机 我们用的是讯机啊 这是讯机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看 双机这个光盘的图标 或者在这里点讯机 点设置 选择光盘 然后注意这个连接必须要打 如果不连接 我说相当于光盘没有通电 然后在这里去找 找到我的光盘 双机选择打开 就相当于我们真实机 把光区弹出来 把光盘放进去 好 那也就是说 在真正的挂载命令执行之前 在真正的挂载命令执行之前 我需要干嘛 先把光盘放入光区 现在光盘放入了 我们只需要执行挂载命令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直在说 挂载它真正的含义就是 把设备文件名和它的盘符连起来 把设备文件名和它的挂载点连起来 那设备文件名是什么 也就是说 光盘的设备文件名是什么 注意 这是默认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只是把它记下来 要不然就是 第一微下的SR0 要不然就是 第一微下的CD入模 注意 这个东西是系统自动检测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记下来 然后用它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有两个设备文件名了 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它来了 我们来查询一下 第一微下的CD入模 大家会发现 这个CD入模 实际上是SR0的软链接 也说它俩其实是快捷方式 所以敲哪一个都可以 都可以 这里注意啊 只有一个光区 所以是SR0和CD入模 如果有两个光区呢 那就是SR1和CD入模1 Linux都是这样的 文件名 然后后面加1234 来代表第几个设备 那也就是说 Mount命令或者说挂载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把我们的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把我们的设备文件 设备文件和挂载点 扔起来 也就是给设备文件 分配宽服 只不过前面需要 我手工指定一下 它的文件系统 刚记 ISO9660 我们说光盘的文件系统 默认就是ISO9660 照着写 注意不要把零和O写错 当然这个文件系统 既然是默认的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连文件系统都不打 直接打Mount控格设备文件名 控格挂载点 回车就可以挂载 就这么简单 咱们试试 Mount 控格DV下的Citroom 或者DV下的SR0 都可以 MNT下的Citroom 那也就是说 它的意思是说 把这个设备文件 挂载到我手工指定的 这个盘幅公路当中 回车 有一个简单的提示 其实这是一个报错 他说他尝试摆SR0 我们说了SR0和Citroom 是一回事 想挂载写权限 但是没有成功 最后挂载成了止毒 我们都知道 光盘是止毒光盘 所以呢 这也是正常的 这条提示 反而可以当成我们 光盘正确挂载之后的 一个提示 现在的问题是 我应该去哪里访问 光盘里的数据 是设备文件名 还是它的挂载件 当然是挂载件 我们说了 挂载件就是盘幅 Windows当中是到盘幅当中 访问数据 那Linux当中 当然就是去挂载件 MNT下的 MNT下的Citroom LS就会看到 这就是光盘下的内容 真的是吗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package目录 有一个US的文件 那我们打开这个光盘 找一下光盘 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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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机 光盘 我们在Windows里打开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package目录 有一个US文件 看到了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Linux当中 已经读到了光盘当中的数据 其实就这么简单 不过 小心 如果是Windows 光盘读完了 我只要弹开光区 取出光盘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Linux 大家会发现 如果我们用的是真实机 不是虚拟机 这个时候你去 按弹出光盘的键 它不会弹出 它还要干嘛 必须正常卸载之后 才能弹出光盘 哦 Windows啊 确实要比Linux更方便一点 其实他们操作的原理 也都是一样的 Windows就是给光盘分配一个盘幅 然后就可以使用 用完了之后 把光盘拿出来就行 只不过 Windows的分配盘幅的过程 和取消盘幅的过程 它都是自动进行的 但是Linux呢 完全都需要我们手工 用命令来印 那卸载命令 那也就是说 用完光盘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卸载 卸载命令就更加简单了 只要跟U mount U mount就是amount Mount是挂载 amount就是卸载 后面加设备文件名 或者挂载点 看清楚 啥意思 要不然你就写挂载点 要不然就写DVCRSR0 写设备文件名 但是两个只能写一个 原因很简单 我们这条命令 一旦正确运行之后 它两个设备 其实已经连接到了一起 所以两个设备 敲哪一个名字 都是代表的光盘 都代表的是光盘 那不过小心 不能写两个 要写两个 它就会写在两字 这时候就会报错 那我们U mount后面加 DV下的SR0 用它的设备文件名吧 也是可以的 哎 报错了 啥错 设备正忙 它忙啥呢 看看我们在哪 我们是不是就在光盘了呀 这相当于什么 超哥说 给你把妻子 你自己爬到了三楼 又给了你自己一把锯子 说你把二楼给我锯了 你干吗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就在光盘里 这时候我要把光盘卸载掉了 我是不是就没有地方可以待了 我要干嘛 我要先退出光盘 这个时候再去卸载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卸载完成 再回到 我们再回到MNT的CD room下 LS就会发现里面是空的 相当于把光盘已经去掉了 好了 挂载光盘和卸载光盘 非常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挂载U盘 那我们说啊 挂载其实就是把设备文件和挂载点连接起来 那光盘的挂载点 设备文件是固定的 DV下的CD room或者DV下的S20 那U盘的设备文件面是什么的 我们只要知道了U盘设备文件面 挂载点是我说了自己建立的 我建立好 用MNT连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是U盘的设备文件面是什么 大家小心 U盘的设备文件面就不是固定的了 因为U盘是跟我们的硬盘采用同样的命名规则 SDA1 SDA2 那如果我的系统当中只有一块硬盘 那U盘它就会识别为SDB 也就是第二块硬盘 但是如果我的系统当中已经有了两块硬盘 SDA和SDB已经占了 那U盘就会被识别为SDC 那也就是说它是需要自动识别的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分配 只要插入它就会自动识别 但是既然是自动识别 我们总可以去查询它的设备文件名吗 当然可以 这时候就需要利用FDISC-L命令 其实FDISC是我们的分区命令 是分区命令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进行分区 而分区我们后面讲 我们这里只是查一下分区 所以我们先不用分区 我们只要干L查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 现在超哥就演示一下U盘的挂载 注意U盘的挂载就不能用这个远程工具了 而必须用我们虚拟机本身 必须把鼠标 看Ctrlout是不是切到Windows 必须把鼠标点到Windows里面 然后再插入U盘才可以进行 原因很简单啊 如果你没有把鼠标点到讯息里面 是Windows会识别这个U盘 而不是Linux 只有把我的讯息点进去 鼠标点进去 这时候再插入U盘 稍等片刻 一声清脆的提示 大家会发现 才是Linux检测到的U盘 小心啊 鼠标一定要点进去 否则你是Windows操作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需要查询一下U盘的设备号就可以了 怎么查呢 Fdisk-L就可以 大家会发现 给我们的U盘分配的这个设备号是STB 好了 只要Linux识别了 我就可以把讯息切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远程工具了 远程工具的好处是可以脱选 我是不是就可以标注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好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看Fdisk-L 就会看到 上面这个SDA是我们的Linux的硬盘 21.5G分配了 这个STB32G的移动硬盘 也就是我的这个U盘 它会把我这里看其实就一个分区 它识别的分区号是SDB1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找到了它的分区号 找到了分区号 再给它创建一个挂载点 然后用Mount命令 手工指定文件系统挂载就可以了 注意 Linux当中 把Fd分区 Fd16分区 识别为Fd 把Fd32分区 识别为VFd 我的U盘是Fd32 所以就应该用VFd来挂载 那现在我们只要干嘛 MKDR创建挂载点 MNT下的USB 然后呢 Mount -T VFd 挂载的是DV下的SDB1 SDB1哪知道了 刚刚用Fd-L看到了 后面跟MNT下的USB 回车 就会把U盘挂载 然后我们只要访问 U盘当中的数据 只要访问这个挂载点 就可以看到U盘当中的内容了 诶 U盘当中的内容 只是啊 这块的中文会有一定的乱码 没关系 只要到时候重新挂载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编码机就可以 调整一下编码机 好了 就是这样的 挂载U盘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 U盘的挂载是不支持 Linux是默认不支持 MNTF存群 Linux默认是压根就不支持 识别NTFS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是移动硬盘 如果你的移动硬盘是 NTFS分区格式 那这个时候 移动硬盘是不能默认 被Linux识别的 包括我们很多同学 在使用苹果的笔记本 或者苹果的材质器 大家都知道 苹果是IOS测试系统 但是它后台是一个UNIX 那大家会发现 你们的移动硬盘 在苹果的电脑里面 其实是不能更改数据的 它只能看 原因也是一样 我们对Linux 对UNIX和UNIX 对NTFS分区 其实支持的并不好 那不管怎么说吧 UNIX最起码还能默认能看到 我们这里呢 默认连NTFS分区 是不能看到的 这个不合理 但是我们说 其实Linux是可以支持 NTFS分区的 这个做法 或者说 如何支持NTFS分区 我们下节课来讲 这节课 我们就只说 光盘挂赛和U盘挂赛 下节课我们来说 NTFS分区的支持方法 好了 这里 使用完成之后 记得一样 需要 amount 也就是说 退出 SDB1 才可以把U盘 打算 也要现在 才可以正常取出我的U盘 好了 我们 这节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 我们这节课 讲了光盘的挂载方法 和U盘的挂载方法 下节课我们来学习 NTFS分区应该如何使用 好了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其说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